行政长官去到立法会接受质询 相隔两年之后恢复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发言的时候 建议立法会先成立小组委员会 讨论全国人大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而加快修例工作 特区政府现在建议立法会可以考虑 在内务委员会之下先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 等议员可以争取时间先讨论人大决定的主要内容 以及稍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 等到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之后 这个小组委员会可以立刻转成一个法案的委员会 重促推展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 特区政府相关的官员非常乐意配合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也都是会出席小组委员会的会议